上個星期五又看到急升 大家又憧憬 電動車的前景又好像很理想 你怎麼看虎年車股 兩方面去看經營和投資前景呢? 甚麼是經營? 我不是很明白這個問題 經營你覺得 你會不會 銷售數據會不會繼續有一個比較好的增長? 銷售數據一定要好 好是理所當然的 他們現在特別做車身 由機數又高了 做車身機數又多高 一萬多步 現在大型的車廠做的 整年賣百多萬步 一個月賣的 你說Toyota 或者BBA這些品牌 一個月賣的車 都已經是多過他們整年賣的車 所以機數所謂高 只是說一萬多步一個月 而說他們的估值 是包含了 預料他們 由於他們的機數仍然是相對比較低 所以還是會有一個高增長的速度 但是由於說上年真的很快增速 機數是高了 那代表著什麼 不會連連倍升 但是仍然會有一個很高的 雙倍的升幅在這裡 所以這些車股 或者其實這些政策扶持的股份 我們怎麼說呢 中長線投資價值一定有 但是問題就是他們的調整 我們視為是一個叫做理所當然的 純粹真的常年升得多 那調整又是否一個買入的機會呢 可以的 但是問題就是你預料要坐 如果突然間要估計 覺得調整到七七八八 你只能夠不斷地 估計就是調整完之後 你訂好紙設位 然後就去搏 但是問題就是這種方法 就要轉相轉得很快的 就會很容易出現一個狀況 這個禮拜明明說你賣可以的 為什麼下個禮拜又跌回去的呢 因為這種就不是投資心態來的 其實如果你說這些位置 開始做到分駐吸納 真的沒什麼問題 跟港股恒指一樣的 你恒指的選擇要做好創部 所以我們過去幾個禮拜都這麼說 你可以不斷地分駐吸納 你做到分駐吸納 它會跌下去的時候 你很樂意去數 總有一天 就是總會調整完的 但是在這個過程上 會不會最終出現到 就是說一些政策逼洩 或者好像Tesla 他們都會有機會面對著 一些供應面問題 或者業績出來 看到那個毛利率 突然間跌下去 我們覺得是會有這個潛在風險的因素 所以我的角度就是這樣看 你選擇看好新能源汽車 為什麼會去到今天這一刻 才會看好呢 這個主題 人家炒了差不多接近兩年左右的詩 一定由六十多七十元升上來 到現在二百四十元 拿著的故事 跟之前升上來的那段時間 幾乎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我的心態就是 為什麼要這麼急去買呢